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 人大常委會很快會開會 討論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具體方案 希望5月可以完成本地法例修訂工作 應該是3月我們要做這個行政長官的選舉 因為秋休就出台了 新一屆政府 如果3月要選 我們首先要解決那個選舉委員會 因為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 所以我們就一路路倒數一些時間 我想我們的本地法例修訂 可能希望5月左右就要完成 當然要等人大常委會 我們開會的時候去討論去研究 究竟應該怎樣寫得具體一些 如果不比較原則性 到時在本地立法的時候 就會困難些做 要花些時間